人家焦总这么大一老板 你让他干这些体力活 没关系 只要你吩咐 这些活我全包了 我们可用不起您啊 您找我有事啊 能不能帮我约下郑和氏 我想请他吃个饭 我没请错吧 你要请郑和氏吃饭 对啊 郑和氏不是你情敌吗 没错 我俩的确是情敌 但是最近他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想当面向他表示谢意 没这个必要吧 焦总 你太客气了 今天这顿饭应该我来请 不不不 这顿饭必须我请 我焦不满从不欠人情 你不欠我呢 之前你也帮了我不少 如果没有你 我们凤凰湖的旅游 根本发展不起来 也许吧 但是从目前来看 我们凤凰山的人气 已经完全压到了凤凰湖 别着急啊 咱们俩之间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现在分胜负还为时过早 好吧 既然你这么有自信 那咱们就等着看结果吧 其实这个结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凤凰山和凤凰湖 能不能给我们村子带来机遇 能不能让我们村子里的父老相亲 都过上好日子 你说得挺好 不过对我来讲 这个结果非常重要 别忘了 咱们仨之间还有约定 你不会反悔了吧 我不会 你们俩真的认为这么做合适吗 我觉得这挺合适的 你呢 我 咱们可都是男人 说出的话泼出的水 你总不会出尔反尔吧 没问题 我奉陪到你 好 我敬你 好 趁我哥不在 我给大家伙开个小会啊 最近凤凰湖的游客越来越少 而凤凰山的游客却越来越多 我知道 这事大家伙 对我哥都挺有意见的 没意见 我一点意见也没有 你闭嘴 你没意见 不代表大家伙没有意见 猴子 你是不是对我哥有意见的 我 我没意见 我要啥意见 得了吧 我都听说了 你在背后议论我哥是叛徒来着 谁说的 是吗 是不是你 本来你就说了嘛 你个破嘴 没关系 大家有意见就提出来嘛 别说你们了 我对我哥都有意见 他就是不应该帮着焦布满跟方清平 不行 现在凤凰湖的游客越来越少 就是他的责任 对 就是何时哥的责任 既然飞扬说了 那我也表不态 我对何时哥也有意见 你这人咋这么没有立场呢 你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 好 那要这么说 那我也表明一下我自己的立场 这件事我对何时哥也有意见 没错 我也有意见 既然你们都承认了 那我也有意见 谁对我有意见啊 哥 哥 虽然你是公司的领导 但有的时候 领导的决策也是有问题的 你得允许大家伙提意见 对啊 我当然允许大家提意见了 你们提的意见 我全部接受 但是 我坚决不敢 啥意思啊 最近咱们公司啊 是遇到了一点挫折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创业吧 什么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吧 关键是看我们怎么面对困难 解决困难 咱不能把所有的责任 都归纳到人家凤凰山吧 咱不往凤凰山 凤凰湖就会越来越火吗 我看未必 要想让更多的游客 走进咱们凤凰湖 咱必须设计更具特色的旅游项目 我想好了 从明天开始咱玩一个新花样 啥花样 乡村大舞台 进来 何事 何事 主任 您忙忙 我想跟你说点事 坐吧 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 遇到困难了吧 也算不上啥困难 这没想到啊 你会把自己的资源 让给方清平共享 主任 我始终觉得凤凰湖和凤凰山是一家人 我也希望我们能合而为一 共同开发建设咱们村 好 我真没想到 你小子还真挺有胸怀 光有胸怀还不行 还得麻烦您这个大主任 帮我们掌舵呢 行了行了 别给我戴雕帽了 需要我干啥说吧 我想 我想搞一个乡村大舞台 乡村大舞台 啥意思啊 是这样 最近咱们村的游客呀 越来越多 而且很多年轻人 都喜欢自驾游过来玩 但是我发现 大部分人都是一日游 白天转完了 晚上就回去了 如果我们能在晚上 搞一个有特色的旅游项目 把他们都留下来 那么不光餐饮和住宿 所有的收入 都能大幅度提高 有道理 你接着说 我是这样想的 咱们村有很多能说会唱 多才多艺的村民 我想把他们聚到一起 搞一台晚会 每天都给游客们演出 这样以来 不仅能活跃村里的文化 还能带动村里的旅游 您觉得怎么样 好啊 自娱自乐 开展文化活动 也是咱们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 发展方向 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嘛 需要我干什么 你就尽管说 啥 演节目 对啊 平时你们不都说自己多才多艺的吗 不当明星都亏了 这回就给你们一个当明星的机会 哥 你就别逗我们开心了 就我们这水平爱上台演出呢 非把游客吓跑了不行 就是 说什么呢 人家游客是来咱这玩的 看的就是咱们的香味和土味 你要是把节目演得太好了 人家还不爱看呢 比如说天风吧 你平时 不是喜欢模仿各种声音吗 你完全可以来一个口技表演吧 口技 我那两下子不行吗 怎么不行呢 你这样 你先跟大伙模仿一个厅厅 算了吧 我不好意思 你有啥不好意思的 是不是男人 什么窝囊 那好吧 那那 那我给大家学一个我们家的小鸡脚 好 我先喝口水啊 你真磨叽你快点的 你真磨叽你快点的 好 你干什么玩啊 你怎么这么坏呢 还不错啊 我再来一个吧 好 再学一个我们家的小猪脚 嗯 你再喝口水 你能不能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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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可以呀 天风 不知道还以为你就是猪呢 你个大地官 你别说天风还挺有才的哈 你有才也没人喜欢我呀 天风 只要你把节目演好了 你就成明星了 找个媳妇还不容易吗 那行 为了找媳妇 我回头好好练练 何师哥 你说我演个啥节目呢 你不是喜欢唱歌吗 嗯 你就唱首歌吧 那我唱啥呀 想唱啥就唱啥吧 我就唱 明天我要嫁给你 咱还是先说说方亮的节目 我 我还是算了吧何师哥 我胆小 我一见观众准嘚瑟 你这样 我给你安排个胆大的 你跟飞杨一组